今天用赏鳄鸡蛋给大家做一道新的吃法 学会以后保证大人小孩抢着吃 首先 碗中打入赏鳄鸡蛋 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个空碗 加入两勺土豆淀粉 加入一勺清水 搅拌均匀 把水淀粉 放入鸡蛋里 搅拌均匀 让鸡蛋和水淀粉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再准备 幼馅 加入葱花 盐 雞精 石山香 料酒去腥 生抽酱油 蚝油提鲜 少许香油 再加入 葱姜水 用筷子 搅拌均匀 备用 哥哥姐姐 四瓶落一半 小佳又出来露脸了 你就对照屏幕 帮老弟 点两下 点两下 也支持我一下 老弟祝您 往后余生 多挣钱 少生气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感谢大家 把锅烧热 刷一层食用油 把一勺鸡蛋液 倒入锅中 像我这样 转圈 转出一个圆形 煎熟以后 放入菜板上 放入提前调好的油馅 用小勺 给它抹平 再给它卷起来 卷得尽量紧一点 然后 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蒸锅上汽 蒸15分钟 蒸好以后 改刀切成 自己喜欢的形状 鸡蛋在家 像我这样做 营养丰富 大人小孩 都喜欢吃 最后 孩子那句话 关注我 没准孩子 有点用